第一下说 病远 信愿持明 唯一今要止 这些话都是欧益大使讲的 信愿为会 持明为行 得生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 平位高下了 全有持明之身 这两句话说得太好了 这是尽忠修学最高指导原则 故会行为前导 行刑为正修 信愿 我们在 讲解 一头经上所说的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德森比喻 什么是善根呢 善根就是能信能解 这是善根 什么是福德呢 福德是能念 你真干 真的持明 因缘 那是你的外面的住院的环境 你遇到这个法门 遇到修学这些法门的善知识 他们来协助你 这是外面 善根福德因缘 这三点具处 决定的事 这个三点缺一个都不行 你有福德 你有因缘 你没有善根 遇到怎么样 不相信 也没办法理解 所以这个念佛的愿的时候 你发不出来 求神的愿 如果没有福德的话 你看 你能信能解 做不到 敌不顾 敌不顾 眼前 明文立扬的诱惑 你不是不同 而诱惑的力量才强大了 明知故犯 这种人很多 不是不多 所以印族夜深 提倡 英国教育就大有道理 懂英国 懂英国 这生死问题 真是大事情 深深世事迷惑颠倒 干这个事情 于一切众生 借多少愿意 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是吧 英国道理 此时真相搞清楚了 真觉悟了 不再干了 下定决心 不再干了 我这一生 一定要出六道 出十八戒 英国的力量 那你就会真干了 那真干就大福德了 无量的福德了 行心为真修了 念念不利阿弥陀佛了 因念相应 因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跟阿弥陀佛相应 有意味道 对 有意味道